这盘棋将近是威龙省长 2014年的全国省级根人赛 这第五轮 草原来遇到了渝华 双方是西安之路对飞向 这儿红方上马 黑方仅其租 上线以后对方是上马 这个棋看着也差不多 黑方到这儿可以走怪交马 出狙的话也是一个选择 红方就出狙 黑方呢他这个狙出得很快 但是红方三路线 对他有反击 那这儿的话黑方就走了一个上马 这个时候黑方如果走一个近鞠 吃马就更好了 因为这招棋走完之后呀 你如果说是捕士 无论你捕哪一个士 他可以拐交马 迅速呢这个棋足把鞠拿出来 这样的话对黑方来讲较为有力 那么对方如果说选择上 那这时候再上马一队 进行一个调刑 黑方也很顺畅 所以这个棋的关键就是 先试探英手 投身问路 直接上马的话 红方不管他 进炮就打中足 你冲中足他又打边足 中路不出去底线就出气 所以对方守卫难以兼顾 他决定先补一个再说 这样红方打掉 黑方一抓 这儿的话他退一步 黑方在这儿正常就是要换掉这个炮 但是换掉之后这边感觉阵型不佳 他不愿意 就进来相反击 一抓之后 吃了一个兵又退回去了 那这时候对红方而言肯定是便宜的 因为你虽然吃了个兵 但是你现在这个马走了几步 又绕回去了 那肯定亏了 部署 他现在就打向 那正常看你要不要选择放中鞠 放中鞠上马踩你一脚 这鞠可能就得掉这儿 所以他出去了 现在这个棋 红方是面临相鞠 他退一步 必要的时候就可以对鞠或者上马 那么这儿对方就上 他要快速把鞠拿出 因为这个棋 你上马他串 你鞠吃他可以看 所以他需要这个鞠先给他摁住再说 让你不要串的情况下 他在考虑随时上马的问题 黑方的话 这个棋他就先平开 抓一步马 那红方也就上 到这儿挡住他的炮 不给他下来反击 那黑方他是中间有吃炮 红方则是先躲开 黑方再吃 红方索性给退回了 这招棋啊 确实是高 就好像古代的高手呀 一个轻功 你给他一掌 他接力用力啊 就顿走了 你敢吃他打下来抽你去 所以这个炮以退为进啊 太妙了 黑方没有想到 赶紧就回马 意思是你打向我飞个象算了 惹不起啊 红方到这儿呀 飞龙在天 刚才说到这个棋 上马看着没用 人一推炮之后 反而可以打过来死局 那这棋黑方呀 赶快就对子吧 那接下来红方也是简单 啊 接受的 到这儿的话 看你是踩还是打 如果踩的话 将他对完炮 你这个编码就出问题 所以黑方为了这个棋 解救编码 选择要对 红方的话 正常对子也是用选择 啊 他不对 到这儿的话 就是保持牵制啊 高压政策 那对方这个棋啊 确实有点委屈了 他就想 鞠二平四过来 双鞠抢马 杀底势 这样一个构思 那红方先来一个上马打鞠 黑方也就这么来 他希望你平炮过来吃双 红方果然过来 啊 这个棋走的很经典啊 到这之后 难道不怕打死鞠吗 他鞠可以藏进来 那看着好像赤子了 红方不怕狮子吗 红方啊 他走的个上马 这棋振扭啊 他现在这个棋 就是采鞠打鞠 非要吃你个鞠 黑方索性就一局换双啊 大不了扑手 那么走到这儿以后啊 红方他双鞠 必然是占优啊 那现在 他把视线补起来 不给他偷袭的机会 对方的话 这个棋点击呢 就想抢兵 然后呢 红方这棋上马 那黑方这棋啊 正常是吃啊 这儿他没有吃的原因 就是人家一僵 进去之后上马踩双啊 这样就会吃炮 得子 所以的话 你在丢个子啊 人家双鞠兵 而你是鞠马 那就合不到 虽然是相权 所以的话 这个棋确实是挺危险啊 那么这儿他就先进去了 下边得吃 红方的话 就拱兵不给吃了 黑方进足也不给吃 红方他就兵五斤 渡河了 黑方顺势就甩过来 到这儿的话随时可以点将 红方直接聚三平五 一破双向就要拿下 这个棋很凶啊 黑方倒不怕 因为你冲的话 他可以落相 看住了马 暂时呢 避其锋芒了 红方则是顺势上马踩炮 继续追杀 黑方底线先是一将 到这儿落势 平过来之后 很明显是要杀底势 那红方也就补一个 黑方再退回吃马 试图把红方逼退 到这儿给他来个定位 那红方他不走 就退一步拘 这个棋啊 强行控制局面 黑方的话 走的是炮六平二 到这儿可能有一个隔断 硬吃 一旦你走马 他穿一将把拘抽掉 这个棋海啊 所以红方直接放中鞠生根 黑方则是打 红方的马位不好 他就退回给你换鞠 黑方当然不能换 这个小兵过去准备拱号 对方意思是上马踩鞠 有一个将来穿江之后 可以踩向的棋 到这儿的话 红方想上马 但是不能动 一动的话把鞠踩了 所以红方先把对方赶走 然后的话 这个棋啊 退回把马赶走 到这儿的话 他就出来 然后呢 对方这个鞠马过不来 他是没起 但退回之后 他有一个平炮僵厉害 这个要注意 红方平兵挡住不让 黑方这棋就退回 锁住的这个马不能动 那这儿的话 他鞠先逃一步 然后他这个炮甩过来 准备声东击西 这里的话 红方只管下 再冲一步就危险了 黑方他走了一步 回马踩鞠 鞠退一步之后 再回来一踩 刚好形成一个连环马反击 你再下兵 他就跑打你 所以红方平过来 索性吃一个子 这个棋你必须得下掉他 因为你如果逃这个马的话 那兵五斤一冲 居六斤棋杀棋了 所以对方下掉 这儿一吃 那么黑方平击锁住 这儿的话 准备随时下击炮 那现在红方他急于上马 有点着急 去退一步 马尔金斯就行 因为你直接上的话 那现在相当于把对方已经困住了 他非要给对方单挑 结果到这儿 把石油给破了 破完之后 这个棋 象油给吃了 所以红方想迎其难度加大了 然后的话 他这个棋吃 到这儿的话 上马 一旦这个马铺巢进来就很厉害 红方呢 就只好先回来收一招 那么黑方 他这个棋能走 就是下几炮江 因为底炮一江 你就有捕食 居在江在落势 把石油打掉 浮游闪击 将来对方就算上去 这炮一腿回中间盖江 他这个棋有反击 对红方会有一些牵制 所以红方想迎其没那么容易 那么直接走去一平四 肯定是一个还手 看着吃马 结果人家冲冰砍住了 你又不能下 底线杀棋 那进炮去打 人家平局看住 所以你想用炮去换掉马兵 找机会 想苦顶 没有机会的 到这儿的话 又推炮回去 担心这个棋 被人家一上马踩炮 就要杀利用 那么他这里就先守一下 红方平局的意思就是 将来这个棋盯住你 还要进去追杀你的炮 对方躲的话再抓 反正你不能向兵 那这里吃着炮走开 就平过来 因为你像兵他把马吃了 黑方过足纠缠 不过是 退回之后呢 这个马一上 卡住下眼要吃马 黑方接力打力 想要扑巢 但是红方有居的不怕 先把过河兵保住 为以后的迎击 打下监视的物质基础 那么黑方平足 红方退回 到这儿他是过来看住 为什么不走一个进竹拱呢 因为你这样走的话 这个马就被抓死 表面看起来好像你可以吃足 他将军抽个鞠 但是红方如果走 就进一步对局 对完呢就鱼杀无拘了 不对的话 你没有好点位 点进来之后呢 到这儿看着好像厉害 其实呢 他这里有一个跳马 这个马一跳之后呢 黑方就有点尴尬了 你要是跳进来 他一吃 把这马就勒死了 那现在你不跳的话 这马去哪儿了 就被活捉了 到这儿你看似好像可以退回 那也没用 他这边的话 就简单给你吃了就可以 吃完之后 我们看到 这个像随时可以破掉你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鞋还可以怎么走呢 还可以走简单一点 对方阻止掉 避免被他泡牵住 你这样的话 这个鞋就可以支起来 所以现在行这个局面之后呀 因为是双鞠 双兵 对方呢 肯定是抵挡不住 就多了一个兵 狗赢了 所以对方他不愿意这么走 那鞋平过来之后呢 也是顽强 不过呢 红方硬砍掉 到底是一样 吃完之后的话 看着这个鞋啊 你是炮足 应该是马双兵 好像是河棋 但是红方有一个跳江啊 这个厉害 把你引开之后 再把鞋吃掉 这样的话 形成一个 还是鞋双兵 那么黑方一个炮 肯定守不住 到这里就爽快人输了 这盘棋啊 草原里获胜